打游戏的时候会骂三块吗 我说了你也不能播 没事我们后期给你逼掉 反正效果都一样 你们也不用剪 我们这个戏 如果你不突然刹车的话 就播不了了 最近看到这部戏的热搜是什么 不就是那个八个鸡尾的吻吗 是我们戏的对吧 你们怀疑这个是不是戏的戏吗 不是怀疑这个是不是自然的热搜 拍吻戏是给你们做什么准备的 不会 其实吻戏它都是要有一定的情绪 和就是剧本给你之前很多铺垫 并不是上来就吻 上来就吻 那就是另外一种片子 这和技术没关系吧 也可能是身体不行 男人有的时候是会很累 我没说自己不行 你是指在什么地方的技术 开车的技术 很多车系 不是已经很多本系了吗 本系下一步 房线应该得在床上呀 有一集开头不就是生个孩子吗 怎么你还想看被窝里边 我告诉你被窝里边就是两个人 其实也没有怎么碰到的就是 这是我刚刚想问你的这些男友都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让 小狼狗男友就是我来 那小奶狗呢 你来 偶尔 经常 我一直想问 很A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A呢 就是优秀 90分 我以为是那种 就是很有欲望的那个意思 整部剧都好A 更A了 猜一下我只喜欢你 会什么关键词上热搜 我只喜欢你好A 剧里面吻戏那么多 而且大家都一直说你很会亲 那你觉得你自己会亲吗 我也没和自己亲过 我不知道 肯定看了别的 肯定会学习一些别的吻戏啊 对不对 不会啊 这咋学啊 看什么片学 那你说看什么片啊 我问你啊 你又问我 这大家都知道吗 我又没说我在学 你说我在学 我问你应该看什么片学 我问你说 自己觉得的吻戚怎么样 一般般吧 可是粉丝都分头会亲 说的好像粉丝都亲过一样 怎么可能啊 就哎呀 我不明白 也不知道标准是什么 不是夸你眼睛好的意思吗 谢谢大家 你又没说 你怎么知道 亲过才知道 现在的粉丝类型了解多少 不了解 那你一个一个跟我解释一下吧 女友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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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友粉是真的 会那个 哦 理想男友 哦哦 理想男友 哦 是这样 这个叫女友粉 那前女友粉是什么 那那天发布会来现场 他们说他们全是前女友粉 疼服都打出来了 伤心 他问的先洗哪里 先洗哪里 哦 那你是洗完上半身 再脱衣服 还是你是洗完下半身再脱衣服 我在高中的时候 遇到最恶心的男生 就是这样洗的 对一个你有别人没有的特点或技能 我在把衣服脱光的时候 身体能弯到一个特定的程度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表演 对不起 就是消息还剩的 鸡 哈哈哈哈 自然一样我去你的地铁在哪 拿厕所 啊 等一下你自己发在我们的官博上 我不发 谁要给我们想一个文案 你们也太懒了 这是你们拿的工资该做的事情 为什么要我来 这一个张银银女朋友谁啊 本来里面没有实际性的内容 你之前没关注过不可 高中互联大学的校园里面小树林 小树林 高中和大学里面没有哎 你们学校都不种树吗 我们学校 全部逛一圈十分钟 大学 高中呢也没有那种一小片一小片的那种小树林 嗯 你们上的都是什么神仙高中啊 那你在别的地方有跟异性钻过小树林吗 为什么要钻小树林啊 你怎么没有情趣呢 钻小树林就是有情趣吗 难道没有吗 有很多虫吗 东西也可以钻啊 钻进去干嘛 该干嘛就干嘛呀 那为什么要去小树林啊 影迷那回家好了 家有家长啊 所以说其实你没钻过小树林 但是你跟异性回过家是不是 回家干什么 你都说了家里面有家长啊 我家没有家长和大异性回家 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没有我是说你没有钻过小树林 那有没有回过家 回家要干什么 一起做作业不行吗 所以你喜欢去小树林里做作业 去小树林里可能有小树林在干的事了 那你是刚刚说回家是做作业啊 我只是给你一个举个例子 你可以干别的事情啊 比如说 比如说 两个人研究一下彼此的关系 为什么要去小树林里研究呢 不是回家啊 那你刚刚说啊 如果不能去小树林就回家 因为大家都一样隐蔽啊 那你说隐蔽啊 那你说小树林和家里是一样的 我不在这个问题上就结了 你有什么忠告要给我们采访过 你要去警察去远航的计则吗 爱去哪去哪不错 玩容易上吗 大家采访完女生我都在这边干的 你们如果还能去远航 说明你们的收入不错 还能出去玩 我现在都不行 是不是我对网友有什么误解 那是因为我把所有的粉丝 都当成我的朋友 而且我说的是 我翻牌翻到起飞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我的意思 有一点误解 你们不要觉得起飞 是一个状态 是我当时坐在飞机上 如果飞机起飞 我就不能用手机了 粉丝你卑微啊 粉丝为什么卑微啊 我觉得粉丝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卑微 因为你们才是我们的女主妇 黑粉 粉丝怎么称呼你 老公哥哥 洛哥 还有老公 洛哥吧 如果看到网上关于自己不好的评价 是怎么处理的 看不见 选择性不看吗 不完就没看到过 哈哈哈哈 你觉得自己是个直男吗 你看着我弯吗 那你呢 你的背心 我咋知道的 那还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不是 那你觉得自己是钢铁直男吗 你觉得我钢铁吗 我觉得你非常钢铁 哦 从你的回答中 我可能觉得我是钢铁直男 从我对你的采访中 我觉得你是一个钢铁直男 那我是了 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西毛屎的感受 西毛屎 西毛屎的 自己的驴油粉度 还是母亲粉度 什么叫驴油粉 是旅游的那种粉丝吗 没有 哦 不清楚 书漫画小说都看 然后我比较喜欢看实体 看实体 实体 实体 难道还在家收藏很多 如果在你电上那个时候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的第一反应 是不是我的中国团队买的 你学生时代 喜欢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学生时代最喜欢的是 麦克格雷迪 现在退役了 退役了 被拿了的味道 嗯 有一次喝多的吐了 婴婴婴或者撒娇 婴婴婴 婴婴 这不是谁想的 这个学不来 这个才有天赋 天赋异禀 学不来 这动不动 任何的整容 对我来说 都是毁容 就是一个可视很强 不同造型感觉就是同一个人 我告诉你们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不火 绝对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不红 学生时期有过印象深刻的告白经历吗 没有 怎么能早恋呢 你这三观不正啊 真的平常的表情就是这么少的吗 还是说今天比较累 今天上午 其实赵志伟他有给您留下一个问题 对 他想说就是想让想让我问你 就是在剧组里面那么多的女演员 哪一个体重最重 好 一万元 这么直接吗 你想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 嗯 他说乔一 因为乔一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最重 没有 那我不是这个意思 好 你是真的动 念两句粉丝给你的彩虹剂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都没听到你念你 你打字幕吧 你说的是彩虹屁 你又不是让我念字 等一下我只请问你 这不对个彩虹屁 用三个词评价一下 颜墨这个角色 高富帅 你觉得自己身上 有哪些性格特点和颜墨是比较像的 长得像吧 一个很热的台湾地 特别这样子 然后不能死个黑景 这团队的想法 团队提高的呀 可能没有他们 我早就火了吧 我早就火了吧 爱你们 摸摸哒 你们 摸摸哒 谢谢你们支持我 我爱你们 希望在有生之年 我能继续拍好戏 回馈你们对我的喜欢 谢谢你们能喜欢我 我并不是一个 我并不是一个 长得 我并不是一个长得 非常天仙的男人 你们还能喜欢我 谢谢你们 这么有品味 Clint 拍摄